凌晨5點黑色轎車 經過直線路段 突然就在路中間甩尾 車子一路飄移 撞向路邊白色轎車 砰的一聲巨響 造勢轎車 立刻倒車罷庫 踩足油門 頭也不回的跑掉了 聽到煞車然後撞擊的聲音 我就趕快先下來了 結果下來的時候就 我的車子被撞 然後也沒看到人 車主聽到聲響 下樓查看 怎麼樣也沒想到被撞的 就是自己剛花90萬元 買不到一個月的愛車 駕駛這一側兩扇門都打不開了 底盤跟懸吊也要換了 說左側車身被撞 車門懸吊受損 前方保險桿 也因為推撞路邊燈桿變形 光是維修費用 就要超過24萬 小時左右而已吧 然後就有一個 阿伯騎腳踏車過來 那個紙條丟在哪裡 丟在我車子後面而已 車子被撞就很歐了 事後照逃駕駛 疑似還騎著腳踏車重回現場 丟下了一張紙條 標明自己會負起一切責任 請車主跟他聯絡 留下了一支電話號碼 只是不管車主怎麼打 始終都是關機的狀態 打是有通但是沒有人接 然後昨天開始打就沒有直接關機了 車禍意外地點就在彰化北斗新龍路上 24號凌晨造勢駕駛撞車後 一路開往雲林 建議規定處置 將儲新台幣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罰碼 逃逸則將吊扣駕照一至三個月 地方表示造勢駕駛 雖然看似負責任的留下字條 還有打不通的電話號碼 但車禍沒有留在現場 就算是兆逃 除了依法開罰 也將吊扣車主駕照一到三個月 TVBS新聞陳志忠彰化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